Here is a projection of thought Now hear this, all personnel now hear this Have a movie talk at this night 夜場映画,戒力何故 何姑,講到日本片,應該是要找你出來的 那又不止 因為你最強的,要不就是吃火鍋 要不就是日本動漫 其實日本東西都應該是對的 這部戲說真的,簡直是我杯茶 這部戲我先要講 那時候我想早於四五個月前 我已經在Facebook上貼了一個Trailer出來 很吸引 因為它的Trailer 大家可以看頭的分半小時 是一部很傳統日本小品的愛情片 都是一些很CVCV的女主角 很帥氣的男主角 最後他就買了一個小關子 去到整部戲最後五分鐘 完全逆轉了你所想的思維 然後拍到現場的觀眾 What?Oh My God! 那樣子 好吸引 你問我呢 我最初聽到這部戲 我是有猶豫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知道導演是誰 導演是提行員 他之前有甚麼經典的舊作呢 他經典就是拍了一堆很奇怪的日劇 包括中谷美幾當日做這個繼續 然後滑亭維里香做的Space 遲來西口公園那一堆 你知道提行員導演的戲 就不是簡單的這個愛情片 你以為是葉念心嗎 但是看完之後 其實是葉念心的題材 對 說真的 我看的時候 我也有思念頭想過 如果葉念心去拍是怎樣 其實我對Patrick要講一句 比較忠幸的說話 其實他跟大導演行言 其實是英雄所見略同 只是大家處理方法不同 你問我就是整個故事很簡單 但亦都很複雜 複雜是因為我們不能劇透 答應了有關方面我們不劇透 當然 簡單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 寧木先生 他有個好的女朋友 在故鄉這個靖江 誰知道他就出去了東京發展 然後就 嗯 拋棄了這個周康之女朋友 嗯 就是這麼簡單 很簡單 但是發覺 嗯 為什麼中間越看下去 好像越不妥 他裡面的故事 是用一個龐白來講 就是用寧木 這個主角的龐白 就是講他怎樣懂得 這個女主角 就是田田敦子做的 這個阿简子 他最初我們看到 寧木是一個奇貌不揚 是 又肥 又窄 又不懂得打扮 誰知道 哇 他心目中的女神 對他另眼相看 為了他去改變 開始去接觸時裝 甚至他原本戴個粗的很老套的眼鏡 戴上contact lens 轉發營 哇 整個人都不同了 跟著還要做事之後 哇 得到公司的賞識 可以東京發展 跟著就出事了 哇 沒有穿太多 我感覺到你一直講下去 會越穿越多 這些還是戰艦 但是發覺中間你發覺 好像他用了很多時間去展示 這個是8月15號 這個是9月16號 那些OK 你發覺就是我們看提幸宣的電影 我們學會了第一件事 就是不要只看前景 要看後景 但是這個很複雜的電影用語 OK 因為你看到畫面很豐富 所以我建議大家去看這部電影 你不要疏忽 這個人物背後的背景 簡單道那個商場的布置上面的燈飾 簡單道女主角穿的衣服 哇 這些全部是有伏線的 簡單道他們坐在哪個酒吧 簡單道酒保的表情 哇 真的 我要申報利益 我是知道整件事去看的 所以我裡面就捉他的痛腳 捉他有沒有漏洞 我認錯了 我捉不到 反過來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純粹進去看一部愛情片 雖然你都明知道 在這裏入場前看了TRAILER 知道最後五分鐘會有景 但是呢 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我沿途沒有一個心態 想著要怎樣去 去猜啊 去踢他 去計劃啊 我沒有這個心態 我反而讓自己 跟著故事去 他用錄音帶 對啦 來去代表著 兩頁的愛情關係 兩段 或者是兩個過程 兩個過程 對啦 所以我沿途一直去到 他最後揭底牌 我認輸的 我鼓勵不到的 其實他裏面有兩個很重要的賣點 第一個 對香港觀眾可能沒有感覺 就是他用了大量的80年代的歌曲 如果你說講到這件事 大家不妨看完這部戲 不要急著走 去片尾出字幕的時候 他都會有些很詳細的解說 告訴你知道 他當中有很多是日本人的那些年 對啦 Cocolat Boy這隊的組合 你可能完全不會知道 對啦 甚至乎對很多年輕觀眾 他用什麼叫做 Cassette 帶 對 是 博物是什麼 Cassette 帶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也是一個誤導觀眾的契機 對啦 整個命題就是 他用Side A Side B 這個是很重要的 OK啦 不要再穿巧了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說 他裡面用了 如果你懂日文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懂日文的話 在主角的名字裡面 你會很容易 捉錯用神 如果你懂日文 你聽他們說的那些 日本人 你不太熟悉的時候 就叫個姓 開始熟悉的時候 就叫個名字 所以這些其實你要熟悉日本文化 再加上日文當中 那些發音 你會知道中間有些破綻為元機 所以我們一看 當然我上個禮拜也說 這是懸疑片 根本其實他整個故事 是作者和電影各方面的工作人員 去補個局出來 這個局其實是由第一幕開始補出來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變成你打分12分精神 而且裡面就是 他用阿松田長泰做的寧木 他去到東京之後 他看到那個美女同事 那個美女同事 其實也有伏線在那裡 這個很重要的 其實這次這部電影 的確是賣的 是一個佈局的玩法 其實整部電影 我就收足課了 除了你說主角 在一部日本愛情片 大家心目中要的 帥仔帥女 好養眼 等各樣東西 齊齊之外 它的佈局 我想大部分觀眾 都是不知道 故事本來想玩什麼 都應該會跟艾力一樣 如果go with the flow 走的時候 都可以很享受整件事的過程 所以如果大家不清晰 它的佈局是什麼 第一層你會得到的 meaning 是什麼 就是故事名 中文名字是OK的 愛的聖人式 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被你的伴侶去出賣 甚至乎可能是轟轟烈地被欺騙一次 這個成長過程 就是我愛一個想一放的過程 沒錯 這個過程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愛人 他不是你身邊的話 你要小心 但反過來就是 如果這個故事發生在今時今日 是不可能的 我分隔兩地又如何呢 我用智能手機隨時搞定 即時可以互相看著對方 就不需要那麼辛苦 要駕駛車 由這個東京去回靖江 所以這個故事 一定要發生在八九十年代 那時候一定需要 要不然的話 你太容易破綻 太容易穿崩了 再說下去就有穿橋了 更加重要就是 很難說到不穿 最重要最重要 剛才我說了就是 美女 就是這個 靈木的新歡 是由他去告訴靈木聽 這個愛的成人式的真諧 而這個愛的成人式 就是由這個美女的前男友告訴他的 而這個美女 跟大學同學那時候 是做畫劇寫的 其實他應該是演技很好那個 但他原來演技更好的 另外一個 這些是伏線 這些是很漂亮的伏線 所以你問我就是 如果這部電影 我覺得大家是有衰要看兩次 我現在就是了 我是會看兩次的 好像我這麼衰 我真的強烈建議大家 你不要上網去搜尋 甚至乎那本小說都不要買著 他有一本很出名的小說去改編 OK 你完全不知情之下 你拿那五分鐘的驚喜 你會很開心 但我的最衰 我是知道了 甚至乎我已經有一些很親密的朋友 即是很崇拜的作者 他看的時候已經是中間猜到的 你問我就是 就算你知道結尾 好像我這樣 進去裡面你逐漠逐漠看 你看他前景後景 看他的衣服 看他的對白 全部是無懈可擊補了局給你的 所以好像我這樣看兩次 看兩次 看這件事是不同的 第一次看 我純粹地看一部愛情片 我是享受你最後五分鐘 如何刺激我 第二次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真的看你如何報個局 即是看警訊 是啊 所以其實提幸彥導演 如果看過他之前的日劇 你都知道 他拿鏡頭拿得很盡 他的推鏡 近鏡 那些 全部 是有玄機的 可能你不知情之下 就是 為什麼他這麼喜歡近鏡 看著兩個女生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誤道理的手段 好了不要再遷太多了 遷太多很容易揚出來 是啊 然後留意一下他的推鏡 那些 乖啊 乖啊 我猜 去到某些位置停 你就知道那裡有玄機 乖啊 乖啊 好啦 給分啦 你問我 這部電影 在外語片當中 我覺得是今年的極品之一 如果要選十大外語片 肯定是三格 93分 我都會給你90分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看日本愛情片 愛情片裡面來說 日本人拍的美人美景 是很賞心悅目的 再加上這次 臨尾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哇 難忘啊 對很多宅男來說 有前田敦子的泳衣造型 都已經加了10分 是啊 好啦 我準備看第二次了 這個絕對需要